全民领六千官网正式上线 三月二十二号上网登记开跑 前五天一身份证尾数分流 第一天开放尾数零和一的民众登记 以此类推 三月二十七号之后不限 开放登记半年 暂定至十月三十一号为止 但网友杀眼专门架网站了 还分流是有一亿人口 这是发六万吗 两百亿的数位部到底搞什么鬼 就表示他整个网站 整个量能不足嘛 他的频宽不够 令三倍券五倍券也好 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弄一个新的网站呢 这是不是图例特定的厂商呢 上网登记最快入账 只要点进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 金融机构代号账号 以及健保卡号就完成登记 若总统四月六号公告预算生效后 那么公告后的第五天就能入账 而公告后的十四天 民众也可以直接去贴有橘色贴纸的ATM领钱 村长广播提醒村民赶快来登记领六千现金 有三个偏乡 包括花莲县万荣乡台东金峰乡 屏东狮子乡 因为没邮局没超商也没ATM 三月二十到二十五号必须至派出所登记造册 四月六号就能领到热腾腾的六千元 环顺云民就怕开始登记时 又像之前抢三倍券五倍券一样 疯狂荡机陷入无限转圈圈 记住黄米军林佩杰台北参谋报道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鸟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喔 婴儿呱呱落地是不是已经命运天注定 真诚地相信我觉得人生出来就是一个轨迹 半信半疑 命运还是要靠自己去开创 所谓含着金汤匙出生竟然是真的吗 有命理老师指出 在这四个时辰出生的人 天生带财一辈子可能都不愁吃穿 上市第一名的子时 晚上十一点到半夜十二点五十九分出生的人 天生聪明脑筋动得快 硬币硬币是冷的 你越靠近傍晚财库就越来越饱满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旧是子时出生 果然是天生聪明 第二名陈时 早上七点到八点五十九分出生的人 自带财库 而且一生容易财富暴涨 像是歌手萧敬腾 俱传旧是陈时出生的 第三名则是深时 下午三点到四点五十九分 命理老师指出吸金能力强 周年后运势更好 在做事情比较不会那么累 也不会那么热 所以都会有偏财运 第四名则是虚实 晚上七点到八点五十九分 属于吃苦耐劳刑 还很懂储蓄 像是台湾经营之神 王永庆从小就很困苦 但靠着吃苦当学徒 创造了台素集团 我相信看到有些很有钱的人 好像都有看着 他的时辰好像都不错 譬如说张忠谋 听说是子时 我也是子时 你看我好像也还可以了 但不是这四个时辰出生的 也别气馁 想改变命运 可以这样做 但所谓命运天注定 气氛靠打拼 如果不努力出生再好 恐怕夜市白费 记者张鹏 陈亮台北消防报道 新鲜萝卜切块放进香菇 下锅熬汤 再加点肉片提味 美味家常菜上桌 对身体好处多多 罗伯好像润肺吧 然后香菇它有多糖涕 所以可以增加抵抗力 对身体有帮助 对预养癌症 当然应该有效吧 网络影片流传 根据日本肿瘤专家研究 46岁癌症患者 剩下三个月受命 用白萝卜加香菇一起煮 成为抗癌神菜 甚至提到连吃7天 癌细胞还会消失的 无影无踪 抗癌效果提高46% 真的有这么神吗 因为我儿子有通风 可是人家就说通风不能吃香菇 豆类的什么之类的 营养师说香菇富含多糖体 确实有抗癌效果 但含有大量普林 如果正好是通风 急性发作其患者 就不宜多吃 至于白萝卜 在中医的角度来看 属于良性食物 吃多了容易腹泻 同属于石正花科的食物有 高丽菜 花椰菜 以及白菜类的食物 建议许多食物可均衡摄取 单看食物营养素当然健康 但营养学上不会强调单一食物 狂吃猛吃反而伤身 是可而止均衡摄取营养才是王道 随便听信网络留言 小心得不偿失 记者刘美里云杰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